由李善宏监制曾念平指导的大型传奇情感剧《简镇奇缘》正在桶里热拍 2月24日,剧组在当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宋茜、蒋敬夫、杨阳、张芷熙、男生等主创出席 电视剧《简镇奇缘》改编自畅校书《塔罗女神探》之《简镇奇案》 讲述了宋茜饰演的塔罗女神探杜春晓在刘阳回国后 无意间卷入发生在江南水乡某地首富之家王府的连环凶山岸中 凭借其手中的塔罗牌指示 心思缜密的推断能力以及过人的勇气和智慧 让自己一次次从险境中解救出来 并逐步揭开了一桩隐藏了长达20年的金氏秘案 作为韩国偶像兼团FX队长 宋茜凭借着甜美的外形与动感的舞姿 笼具了庞大的人气 而90后蒋敬夫在出演了多幅偶像剧后 儼然成为了一颗冉冉升级的星星 剑昌两人被踢爆 多次吻戏笑场 令导演头疼不堪 从前立即辨称是因为与蒋敬夫私下的关系太好 又被追问吻戏细节时 他故意插开话题 讲讲当时拍吻戏的感受 但是拍的时候下面湖里面呢 有好多金鱼 这才是宋茜本来的节奏 这才是宋茜本来的节奏 我们说的是吻戏 跟金鱼有什么关系 就是很美了 很美 在练节那天 想象那个画面 其实就能够投入那个戏本当中 嗯 富仔你是一个大老爷们儿 你让一姑娘在那聊半天 你不应该帮帮她吧 其实那天就是我怎么去的时候 我也看见了很多鲸鱼 然后特别特别美 所以那就是怕 因为那天特别特别的那个帮忙 有什么游过去还是游过来 游过去是游过去是游过去 就情不自禁的就 因为剧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记不住了 你为什么能放弃啊 是我的一个梦 是兔春小的一个梦 此番合作 同为卖蒙高手的两人 擦出了不少的火花 在被问及对蒋敬夫的评价时 宋剑称赞她十分会照顾人 单身自己不会姐弟恋 我比她年龄大 这无所谓 现在流行年夏恋 我不太喜欢 最好应该谢谢 那姐姐不喜欢姐弟恋吗 那你对宋剑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无所谓 姐弟恋无所谓 然后宋剑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是在一次活动上 然后看到她 因为之前也知道了 我觉得可能在 在电梯里面遇到的 会让你有影响 就是往这活剧盛典吧 是吗 我记不清了 然后就觉得她也没怎么说话 就特别有礼貌 然后这次就是 见面以后 我觉得她其实 之前觉得她挺文静的 但事实上现在看到觉得 是一个特别开朗 特别大方 特别俘获的一个女孩 就感觉差别还挺大的